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美國擊落中國氣球之後 並未有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話 但他不認為事件會令兩國關係遭受重創 強調在之前的對話裡 他已經向習近平表明 美國將會與中國展開全面競爭 而不是尋求衝突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突然到訪英國 是他自俄乌爆發衝突後第二次外訪 他呼籲英國和盟友向烏克蘭提供戰機 以戰勝俄羅斯 扎蓮斯基在英國期間 與首相辛偉城舉行會談 又到國會發表演說 以及到白金漢宮與英王查理斯三世會面 扎蓮斯基與辛偉城會見傳媒時 認為今次的訪問非常富有成果 但指出 烏克蘭需要所有種類的支援 不僅是戰機 烏克蘭也需要彈藥和長程導彈 西偉新偉城表示 在涉及軍援烏克蘭方面 一切都可以談 而英國將會訓練烏軍、士兵、駕駛 俄羅斯駐倫敦大使就警告 如果英國向烏克蘭提供戰機 將會令局勢進一步升級 而俄方將會對英方採取的任何不友好行動作出回應 土耳其星期一兩次七級以上強烈地震 連同倫國敘利亞增至超過一萬六千人死亡 其中土耳其有一萬二千八百多人喪生 隨著救人黃金72小時過去 有專家相信找到新還者的機會越來越渺茫 但救援工作未有停止 亦不時傳出救出新還者的消息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前往災區視察 對於政府被批評反應太慢和應對不利 埃爾多安承認存在缺點 但同時指出不可能為這麼大型的災難做好準備 強調現在最需要的就是田傑 大批民眾在航冷的天氣之下到戶外度過第三晚 有世衛官員說有很多人要在露天和冰冷的天氣之下生活 他們可能會因為低溫而受到嚴重傷害 而在敘利亞多年來國內的衝突摧毀基礎設施 令救援工作變得困難 但在伊德利北省就有1500多人喪生 總統巴薩爾顧問表示 西方的制裁阻止了敘利亞獲得所需的援助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突然出外訪問英法兩國 在俄乎戰爭之後第二度出國 此前是去年的12月訪問美國 獲得英紅色招待 今次出國又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們一起和巴士的報的評論員Jacky聊聊 Jacky你好 你好 英國首相辛偉成在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來訪之際宣布 英國將會培訓烏克蘭飛行員駕駛不約標準的噴氣式戰鬥機 辛偉成有透露已經有超過1萬名烏克蘭軍人 在英國的基地接受訓練 其中有些人學習操縱英國正在提供的挑戰者 伊坦克 在訪映之後 扎蓮斯基星期三抵達法國 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索爾茨會面 馬克龍表示 任何情況都不能容忍侵略的行為 烏克蘭發生的事有關歐洲未來 俄羅斯不能亦不該戰勝 俄羅斯攻打多久? 法國對烏克蘭的軍援就維持多久? 扎蓮斯基辛苦跑一趟 唯一的目的是要淺 他說烏克蘭現在急需重型坦克 遠程導彈和現代戰機 普京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不多 扎蓮斯基還說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衝突一周年將至 俄羅斯的軍隊可能發起 新加坡的大規模攻勢 只有西方國家繼續失踩 其手下士兵才能繼續戰鬥 正當扎蓮斯基在愛利社工發表激情演講時 呼應他還有法國多地的第三輪大罷工 今次的大罷工是源於馬克龍決定 讓法國民眾延遲兩年退休時間開始 馬龍認為退休年齡必須提高到64歲 同時養老金的制度都要更改 不能讓政府在和人民養老的方面上 用太多錢 講句公道說話 根據公開的數據顯示 2020年的歐盟各成員國男性的退休年齡 平均為64.3歲 女性是63.5歲 法國連這個平均數值都沒有達到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完全是以前的法國政府 為了拉攏選票 一味是被選民發福利 以致法國老齡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後 財政無法承擔龐大的養老金開支 但福利已經是發到民眾的手中 馬克龍想要收回可謂相當困難 由他公佈這個決定開始 法國已經爆發了一輪又一輪的大罷工行動 大量市民走上街頭 要求馬克龍收回政令 否則不要說退休 他們今天就不做事了 當日上街的示威人群中 有不少人接受媒體採訪 其中一位面對鏡頭高喊 法國人薪款工作賺回來的錢 憑什麼是要給烏克蘭 這個問題相信馬克龍本人也沒辦法回答 他還不可能說法國作為一個主權的國家 必須聽從美國的安排吧 現在扎人斯基已經得到了 應法德三國的承諾 心滿意足地回去基庫 那些留在身後的謾罵之聲 也只有蘇納克即是辛偉成 馬克龍和索爾茨自己承擔 謝謝Jacky 行政長官李家超和代表團抵達亞聯酋迪拜繼續行程 他是一個商務貿易致辭時表示 香港和亞聯酋大約三年前簽訂投資促進和保護協議 進一步加強兩地的投資者信心和資金流動 至2021年 香港和亞聯酋的貨物貿易總額按年增長35%以上 升至128億美元 成為香港在中東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 期內 中國和亞聯酋的商品貿易裏面 亦有近10%的貨物經由香港轉口 李家超提到 香港渴望和亞聯酋建立更緊固的經濟、貿易和投資關係 相信兩地的貿易總額未來會持續擴大 又認為香港和亞聯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是兩地關係裡合乎邏輯的下一步 2019年11月理工大學爆發衝突 有示威者投資科學館之後被捕 其中一案涉及8名被告 當中3名男女在案件開審之後承認暴動罪 今日在區域法院被判監16至19個月 三人另涉一項暴動罪名 則獲准全黨法庭不予起訴 每日焦點新聞講到這裡